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广解无极皇母唤醒天经 主著先佛为许非穷仙姑 许非穷仙姑将 盛世广解无极天经 原亨利珍前程祷告 进口天丁无极天经 感化群生修持内外榜上提名 客颂天经可导正紊乱之心灵 而至原亨利珍 乃因天经是属纯阳之性 教化万众且无所不包 循规蹈矩以及监城客颂见行真理 则使戒甲修真时顺遂无阻 所以无极天经不仅是人之道 亦是天地之道 周亦此亦无私也无为也 既然不动赶而遂通天下之故 世间均有规律的轨道 但是人皆希望创新来改变世界 殊不知所有变化都是起于不变 换句话说 艺术欣赏有者以为鬼画符 有者则由其用色及层次而品评品美观 之所以有所差异 在于对艺术的基本概念熟悉与否 才能论掉是否为上相之品 天下万事 亦是如此 无有基本概念而妄论是非 则无法感而遂通 更无法明白天下一以贯之的真理 既然不动是世人最需学习的部分 此据真言解释为静或定均可 乃因世人忙碌于俗悟 虚静 虚定才能真正有所得 否则中日处在动地状态 不仅肉体且心灵意无法承受 因此世人必须修持内外 内者囚禁 尤其可寻良方于夜寝前反省 如日醒无身般 是否有过错 唐代隔日繁忙时世人则将累过沉积 日月如此 又如何不招冤冤讨报呢 在修持上讲究之外 可因内修 内圣 而自成渠道 尤然地行善 无极天经乃人生修持之宝伐 亦是灵修之真理 所以 言乐客颂 不仅注意人道尽孝缅怀 亦能成全地道 甚至幽冥亡魂攀登天梯 安部当居回乡 落实文 行 忠 信 不论修佛信耶 均能成就 二 本频道有客颂无极皇母 唤醒天经之影片 望大家常念诵 落实道在生活 三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 愿与五庙明正堂 此灵修院正道者准与永托轮回 已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超把与生前助极哟 感谢观看 愿与永托轮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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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轮回 感谢观看